说点事 诗经真是个取名字的宝库 好多名人的名字都是来自于诗经 比如说台湾女作家琼瑶 诗经未封木瓜 头我以木桃 抱之以琼瑶 琼瑶就是美玉 药学家图悠悠 诗经小雅露鸣里有 悠悠露鸣时野之平 悠悠就是路的叫声 民国才女林徽英 诗经大雅思待里有 太四四徽英 则百思难 这是在美洲文王的妻子太四的一句 惠英就是美玉的意思 意思就是太四继承了文王祖母和母亲的美玉 生了很多男孩 不过呢 当时有一位男作家叫林薇英 因为怕人分不清啊 所以林徽英就把他名字当中的音乐的音啊 改成了原音的音 那林徽英的丈夫梁思成 名字也是取自于诗经 诗经商颂挪当中有一句 汤孙奏阁随我思成 随就是赐语的意思 思呢是一个语气词 随我思成就是赐我成功的意思 写人间词画的王国为 曾用名国真 那国真国为啊 都是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 王国克生为周之真 意思就是周王朝能够成长发展 全靠维护周王朝的栋梁之才 给娃起名 你也不妨从诗经当中找到灵感哦